現在我們是在外面的 一年 我們都是黑社會妹妹 一下子10年後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要模仿一些 可能線上的藝人 有一次的一個情況就是 我找到了那個很難買的衣服 結果他發現我有了 她就把她拿去剪掉 不敢 哪邊有這個人嗎 對 妳知道 那個妹妹跟我們待一起的時候 她的狀況 她就是好好的 感覺也是有點笨笨的 這個妹妹現在還在春節裡 還在春節裡 不敢在愛戲 她們之間由恩怨 現在就要來解決經典大平台來了 之前跟斯亞 妳都是屬於才藝掛的 私底下很多可以聊的共同事情 長大之後就在一次的十八關 然後她說有一個妳很好的朋友 今天也在這裡耶 對 她就說 就很尷尬的見面 我對心裡有一個小疑問 她說斯亞到底是不是朋友 其實就是因為 我真的是一個很被動的人 對 可能是妳故意 所以我要當主動的那一方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 她們好尷尬喔 斯亞 不然妳今天就這樣子 在大平台上面邀她 妳有看那個美女與野獸了嗎 我看我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厲害了啦 我看那些年我們都是黑社會妹妹 但是歲月不帶人 一下子 怎麼會這樣 10年後 真的耶 10年就這樣過去了 歡迎我們2467位黑社會阿姨 喂 黑社會阿姨 誰啊 阿姨 誰要當阿姨啊 可以叫大姐嗎 你們真要這樣嗎 對 阿姨 真要這樣嗎 那我要問第一題囉 不要 不要問 不要問她 這個有些東西是不能講的 知道我要問什麼嗎 是最老的在這 先別問 原來是Apple 還自己說出來 Apple是裡面年紀最大 對 但因為我跟大牙同年 但以前大家 沒有 因為以前 大家都一直以為她自己的 我幫她揹這個黑鍋揹了10年 你們兩個根本就是裡面感覺像 就是座艙長 而且我們一黑一白 對 黑白龍軍 喬欣其實以前是可愛的 可愛耶 我現在可愛嗎 現在是漂亮 謝謝 長大了… 女人為了 以前算可愛是 以前當你被取笑多久 他以前這個時候有一個外號 什麼外號 叫做黃屬民 黃小黃… 小黃屬民 對 小屬民 就是小時候嘛 長大就不會了 大牙變化不大 大牙是一直面帶笑容 對啊 所以現在髮型不一樣 對 剪短了 變成一個海女啦 對啊 有事沒事就在潛水 我們兩個膚色很像 你看臉… 健康的部分 你還越黑一點耶 我當然比你黑 我輸了 你怎麼買得到粉底啊 我都用男生的啊 真的 我們剛剛越南回來的對不對 愛運動… 你以前就白 Apple以前就白 對 但是我覺得我以前的妝 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以前那時候好像很流行 很細的眉毛 柳葉眉 對 然後現在看起來就會覺得 以前長得很奇怪 沒有 主要是後來韓風 對… 有平眉 粗眉什麼的 以前都跟我抱怨說 爸爸 我們都像 妳的眉毛那麼濃 然後就會 遮都遮不住耶 後來她這個是已經修到不能再修 她兩個妹妹 那妹妹的眉毛 跟我差不多一樣濃 對 我妹妹都要買梳子梳眉毛 對 可是現在 現在就流行濃眉啊 對啊 但妮兒我比較 小潔 以前叫小潔 小潔 戴牙套 比較少看到妳 對…因為我後來就是比較 都是走平面的 走平面 對 拍攝的比較多 厲害 斯亞 斯亞 斯亞以前黑色會 Candy…糖果 厲害 叫Candy這樣 Candy 對 講白語 妳是全部裡面變化比較大的 真的嗎 以前 對啊 然後她在妳們黑社會妹妹裡面 割藝是不是算還不錯的 看妳要問誰 因為如果是問瑤瑤跟丫頭的話 那答案就是還不錯 沒有 因為她就讓割藝最好的 大牙來回答 大牙了 現在應該跟以前是有進步很多 來…直接阿咪老師在妳怕什麼 選一首現場立刻來… 阿咪的 阿咪的大家都會唱嘛 好啊 什麼 阿咪我想男子她 聽海 聽海…就聽海 聽海… 好 來… 能唱的就唱 不能唱就很 從頭… 好緊張 學信告訴我今天 你想要夢什麼 請接唱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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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isty了吧 這片海毀滅也太多情 被祈祷甜蜜 請結帳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靜 可是淚水就連淚水 也都不相信 丫頭 請 謝謝 謝謝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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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歌唱句點王 誰知你 誰知你衝出來的 但是結果你是出過唱片 對 妳們老闆怎麼了 不是 因為現在科技很發達 對…什麼都可以迷 賴 議題 蚊子是裡面 應該算是這個街舞跳的最好 對 舞擔當… 對 十年後的變化 丫頭是變成綜藝咖 什麼不好嗎 一直都是綜藝咖 對啊 我喜歡帶給大家歡樂 對 對 妳天生就帶給人家歡樂 對不對 對 但也有就是現在也有主持節目 然後也有就是戲劇作品 如果妳當時的老闆 知道十年後妳會變這樣 就會省掉很多錢耶 可是我還是很能賺啊 對啊 對啊 對 還是很能賺 喬心的變化 跟妳原來的想像有不一樣嗎 因為我的部分的話是 因為我還在黑社會的狀況之下 就可能就別的節目 可能覺得這人很好笑 所以我就慢慢去上節目了 所以就一直… 妳現在要表達的是說 妳是黑社會裡面 應該說 她只是妳的跳板 不是 我就覺得說 因為很多時候老實說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小孩子 真的妳在黑社會妳也 去那邊妳也真的沒有想說 妳以後到底要幹嘛 能賺錢 能什麼東西 想那麼多 上去坐著 然後這樣稀稀笑笑就有錢賺 就覺得還不錯耶 以前賺一點點就滿足了 對 跟打工是一樣的道理 對 然後後面慢慢的就 就一直… 那活在姐姐的陰影底下對不對 這是真的 她很麻煩耶 沒有啊 但現在我也活在她陰影底下 不是這樣說啦 沒有 就因為姐妹嘛 人家都很喜歡拿我們兩個 在節目上一直比較 對 但雖然我們私底下也真的會吵架 但是現在就是還是看到彼此是好的 還是會替對方開收 對 OK的啦 對不對 那個時候真的大家都在看黑社會 而且電視一打開一定是轉到那一台 所有的年輕人都在看 這小孩子的節目 對 她那節目裡面阿咪老師也這樣 對 她是阿咪老師 從頭到頭 真的 十年過去了 妳以為他們這個團體裡面 有什麼事情 他們其實都埋藏在內心的 對 其實很妙 今天一次把它講出來 大告解一下好不好 來… 好 來…第一題… 每週都要新才藝 花錢燒腦快發瘋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可怕耶 一個禮拜錄一集 然後一個禮拜錄五集 然後五集裡面五集都要表演才藝 最剛開始的時候 哪來那麼多才藝 真的哪來那麼多才藝 而且還沒有人要唱節目 所以很多人兩個禮拜就沒來了 對 因為實在太多表演了 然後你又不能說 這一集唱歌 下一集你就不能唱歌 你就要跳舞 多才多藝耶 跳舞唱歌 然後表演書法的也有 舌鈴的也有 國術武功也都出來了 很恐怖 那時候 我去錄影是不可能花錢 因為我是要去賺錢 所以那時候我的才藝 人家圖那麼窮 對 所以那時候 大家都會花錢去學才藝 我就是不可能花錢 所以那時候我的才藝 都是瞎到爆炸 表演什麼 我那時候就想到什麼 表演巫術 然後表演刺槍術 就跟別人就是跟別人學 巫術怎麼表演巫術 我就是在那邊放一些奇怪音樂 然後我就講 是不是要不要除非 然後就 差一點被淘汰 對 就這樣兩分鐘 瞎捏一些咒語 就表演完了 真的嗎 對 然後妳沒有被淘汰 哪有 我印象最深刻 丫頭有表演一個很瞎的 什麼… 是熟語 熟語 熟語 對 就是我邊彈鋼琴 然後彈到一半 還在比熟語 然後妳就變熟語 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我很天才 有誰表演過鋼琴配熟語 妳是不是那是被淘汰了 沒有 我就被淘汰了 妳看那個淘汰菜 可以把妹妹逼擠 逼成這個 逼瘋掉耶 對…妳還表演過那個什麼調酒 噴火 那時候是已經就是 有錢補助了是不是 有錢補助我們去學才藝 然後那時候是千級評比 所以每個妹妹都拚了 然後那時候大家表演得都超厲害 我想說不行 就想說學一個厲害 所以那時候學花式調酒 然後真的噴火 還好我沒燒到自己 但因為之前玉兔 對 燒到頭髮 直接就是送幾天 眉毛 對 眉毛 這邊都有燒到 而且那個妹妹那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都想說 每個人的才藝 都會留一個大招 對 所以那個妹妹一燒起來的時候 我們想說大招來了 沒有人去理她 不知道說那個是 對 危險耶 抽單才發現燒到 那變成每個禮拜 要這樣賞新的才藝 可是又沒有補助的話 後面年紀更小的這些 學校什麼的 那根本沒辦法 對啊 就只能請將 然後可是老師很好的話 老師就會幫忙一起掌握 她那時候還表演過什麼 踩大球 對 我真的覺得很好奇 很難 那她跟丫頭模仿 對 誰啊 然後不知道陳生大哥 大概的一些特別的特色 然後我都是聽工作人員描述 然後去讀 她根本沒看過陳生大哥 她還要模仿陳生大哥 然後我還拿襪子泡茶給她 我現在聽起來 你們這個節目算 對啊 什麼才藝啊 就亂拉賽就對了 沒有 就是要逼你想出一個 什麼東西 而且最早…一個表演 只有五百塊的預算 五百塊妳要包含妳的服裝 妳的舞蹈員 妳的老師 對 所以妳要能審則審 對 真的 而且那時候像我跟我妹 因為我們通常 對 我們兩個就是都會 我們也不想請老師 不想花錢 象森應該有講過吧 講過我們 我們講一下 史萊寶啊 有… 史萊寶 象森 還有那個吳松打虎還是什麼 吳松 因為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念的 就是文化大學的 中國戲劇學系 所以我那時候還排了一個國劇 我們在耍刀槍 然後我扮武松 他扮豪虎 對… 很合適 瑤瑤 妳這一路走來不容易 對啊 妳專打 然後薯萊寶也有講過 然後我們還有跳過那種 印度的什麼瑜伽的肚皮舞 肚皮舞 對 我也會跳過肚皮舞 然後我們都也是 自己在小小的家裡 自己排練 來…給那個文子來 我在黑社會的時候 有一次表演 然後急旋 結果摔到尾椎 對… 就是那一次我真的就是 大風車那種是不是 對 也是為了想要節目效果 所以就是直接 沒有帶任何的護具 對 然後就直接急旋 然後就就是摔到之後 然後我就回座位 然後我就發現 我怎麼沒有辦法坐下 然後那時候已經是 大家都要一起起來 就是開心的結束了 然後結果大家都撤了之後 我才發現 我還是不能坐下 然後我就站在原本 就像這樣子的台 然後我就跟他 就是大叫就是睫毛姐姐 就說我真的沒有辦法走路 然後和坐下 我就這樣子 然後去這樣慢慢的這樣 然後坐計程車 然後去 對 去醫院 馬上去醫院 只能搭公車吧 因為妳不能彎下來 就我真的站著 我又站計程車 都太慢了啦 就站計程車的去送一集就這樣 可是本來以為妳是滿正經 就是跳舞的人 結果妳竟然也曾經模仿過 有 那是很多東西 真的 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就很想問妳 妳到底在想什麼 那時候 就真的已經模仿到 不知道模仿誰了 豬哥亮也模仿過 然後後來 那一次真的 大家是卯足全力的在 就是在 那時候好像大牙是模仿那個慈 慧慈 慧慈 對 對 他就抱著一隻狗 然後就說不能輸 然後因為之前的 之前我的風格比較帥氣 然後我想說 那我來挑一個沒有 就是比較反差的角色 所以就選了瑤瑤 妳看我們家斯亞 她竟然也表演過布袋戲 超厲害 對啊 我都忘了 我有表演過布袋戲 而且那次真的很醜… 因為她個性就不是會 可以做這件事情的人 妳們剛才講的時候 其實我回到我的 差不多30年前的往事 還是一個新人的時候 對 人家… 然後宣傳在旁邊 然後我說OK… 這我沒問題 我後來才發覺 她講很快 我根本沒有聽到她說什麼 我只是告訴她我OK 對 太緊張了 沒有 就是想要騎那個 是安全 要上台 是安全 只是騎腳踏車而已 那還好 騎腳踏車 很安全嘛 對不對 對啊 在一條鋼絲上面 然後那個高度差不多 有像這攝影棚那麼高 真的 這樣收視率會很高 在那個上面 然後新竹的風又大張 尻回來 整個臉 然後那個有一個平衡感給妳的 對… 就放到後面平衡 然後妳就騎… 騎在上面 我跟妳講 那個真的淚水快要從這裡 流下來 不是流下來 因為風太大 你騎很快 好厲害 對啊 1.1滴 為了有一個舞台 對啊…來 再來… 來 第二條 評比其實不公平 評審我對你很有意見喔 已經到10年了 可以說了 黑色會主持人偏愛Apple 吳宗憲盡火上加油 連主持人也會偏心 真的嗎 主持人偏心 偏心慘了 我們本來都不知道 後來是 為什麼妳有腳踏車 我都沒有啊 為什麼在腳踏車 真的是 就是 腳踏車 腳踏車有剩下來 剩下兩萬公里 他也可以送其他人啊 對啊 他都送Apple 對啊 人總有一些投緣不投緣 好難 像你們這幾個都這麼可愛 來… 來 第二條 評比其實不公平 評審我對你很有意見喔 已經過10年了可以說了 評審是誰啊 評審 很多那種小時候老師 很多 都是老師 會有舞蹈老師然後有製作人 對 然後有線上的藝人 或者是經紀公司的老闆 對你們所謂偏愛 有一種狀況 可能是那個評審老師 有排這一次 對 那妹妹的舞 對 她就偏喊她 就是老師帶團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可能這個老師教完我 然後我這一集比賽 然後她正好要是評審 這樣那個妹妹 可能分數會比較高一點 對…說得對 然後其他舞蹈的就會被評很低 尤其是因為那時候製作單位 都會跟評審說你們一定要 罵得越難聽越好 因為觀眾愛看 對 剪成預告 對 然後他們最喜歡把我們罵到哭 對 所以那時候每個妹妹 都是哭得跟豬一樣 有必要唱的嗎 豬都沒你們愛哭 然後鼻涕都會掉在那個麥克風 對 很慘那個 對啊 我的話我是記得我之前也是有 因為那時候真的 也會被逼到三窮水盡 所以我曾經有表演過 就是水盃 音樂 對 水盃排一排 人家是水晶音樂 因為妳是水盃音樂 對 因為要塞道具嘛 妹妹就要坐在那邊等 光是她調那個音 都調超久 大家都要睡著 而且調那個音就算了 收音又是一個問題 對 我正式表演的時候 其實沒有收到什麼音 所以我敲的時候 音樂是斷斷續續的 結果我表演完以後 我忘記是哪一個評審 她就跟我講說 如果妳要表演這個 然後我就心想說 好狠 對 但是因為我們常常會被要求 譬如我說我要跳舞 然後她就會跟妳說 那個誰要跳舞了 所以妳不能跳 對 對 不說Double 不能Double 對 好 那這一集 我表演調久 她說那個誰也要調久 所以妳不行 所以等於到後面 妳就要想一些 根本妳平常不會去想到的 才藝來表演 但是表演了以後 評審又會覺得說 妳為什麼要表演這個 對 妳們在當年那麼辛苦 有考…有想過說 不如我乾脆到西雅圖去讀書 家裡沒有錢 什麼啦 沒錢去啦 幹什麼 妳在西雅圖啊 還不如讓妳加入 黑社會妹妹 還有什麼毛病啊 對不起 妳自己書念不好又長得醜 我怎麼樣… 人家說我們兩個長得很像 我不要 我不要 讓妳不要像話嘛 思雅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要模仿一些 可能線上的藝人 有一次的一個情況就是 我找到了那個很難買的衣服 結果她發現我有了 她就把它拿去剪掉 怎麼可能 誰啊 她拿去剪掉 然後呢 這種天鵝湖才有發生的故事 一半拿走 好想知道喔 誰 一半拿走 一半她就還給我 她就說 還妳一半 不可能沒有有這個人嗎 妳的嘴型太明顯了 對…妳知道 妳知道 她知道了 我知道 沒有這麼壞事 其實那一次在那之前 就已經先發生一件事情是 我挑了那個主打歌 然後後來就打 工作人員就打電話來說 不好意思喔 有別人要挑那個主打歌 所以我就退出了那個主打歌 結果是他們兩個 挑那一首主打歌 然後一起PK的時候 是穿同樣的衣服 對 然後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通常大明星都是特別請 一些造型師訂做 或者是找什麼 然後那個真的非 因為我們就是通常是新歌一出 還沒可能 還沒有熱播 我們就要表演了 所以妳要找到那個 對 一模一樣的東西 根本就找不到 我真的是全台北市的夜市 還有什麼店全部給她找了 我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了 我好開心 結果後來到錄影當天現場 她看到我有 她說妳怎麼可能買得到 她就把她拿去就剪掉 那妳會告訴她 妳沒有講出什麼 在妳面前啊 對 她就剪掉 在妳面前 超扯的 她就剪掉 然後就看著她剪 她後來有沒有去 那也太好了吧 那妳幹嘛不跟我們講啊 對啊 妳一定要講出來啊 她好適合再剪掉單位 我那時候的個性 就是人家怎麼樣對我 我就不會反駁 妳要跟我們講啊 那個蚊子妳在旁邊 妳不會直接叮她 我是事後才知道 因為那個妹妹其實她 因為等於說糖果 她們都是等於比較後面 比較新 因為她們年紀小 師妹 對 但是因為她跟我 那個妹妹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她的狀況 她就是好好的人家 感覺也是有點笨笨的 所以我們不覺得她會幹出這種 還不法勾當 那個太可怕了 妳太過分了 姐姐夫 還有一個更過分 她除了剪掉之外 因為我就是為了表演 我很多細節都會做到一模一樣 我就是可能去用了一些刺青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身體很不舒服 她就說妳有刺青 她就把我抓過去 黃老師姐姐那邊 她說我要跟她畫一模一樣的 好恐怖喔 我就真的被拖過去 然後給她畫一模一樣 然後哭又被剪掉 好可憐喔 不然妳跟我們講 我會幫妳報仇愛她 就是那時候我們是學妹 那個妹妹現在還在圈子裡 還在圈子裡 不敢講 我真的不敢講 我那時候不敢講 連主持人也會偏心 真的嗎 有 主持人偏心 大家都知道嗎 還好吧 什麼還好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公開的秘密 對 那時候就是那個主持人 就是黑人老大 他那時候是黑人老大的小天使 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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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改名了 Angel這樣 真的嗎 小天使 真的啊 他每次都是 比如說黑人哥很明顯的 那個口氣跟橘子 跟整個態度 都會對他特別好 那個時候已經有犯犯了嗎 有 有… 沒有… 沒有… 就只是可能我比較會跟黑人哥 他比較會撒嬌 講話比較會撒嬌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常常有什麼要求 或是什麼 沒有… 沒有 對 我們就是正常就工作上 我們本來都不知道 後來是 妳為什麼有腳踏車 黑哥送我的 為什麼妳有腳踏車 我都沒有啊 黑哥 有什麼可能 就是不要有腳踏車就送他 然後不要的手機都送他 對 就是現在腳踏車 那個是范姊騎勝下的 就是 黑勝下 就他這樣剩下來 省下兩萬公里的 就是范姊 范姊換新的腳踏車 所以他舊的黑哥就給我 但他也可以送其他人 對啊 他都送我們 對啊 人總有一些頭遠不頭遠的問題 對不對 像你們這幾個都這麼可愛 這滿漂亮 斯亞招牌記被稱雙面人 大牙躺著眼中槍 女生Mega多動不動就鬧不合 真的不行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被講是雙面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以前我小時候 真的很不會跟人家聊天 但是他表演的時候 都得第一名 所以大家就會對他 會有一種莫名的敵意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很難過 然後後來就是大牙姐姐開導我 真的耶 亂射箭 這就是Mega… 這就是Mega 這就是Mega 對 大牙姐姐開導妳 來… 那天怎麼新啊 對啊 帶妳去吃飯 怎麼這麼好啊 對啊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住台北 因為黑哥知道我是外縣市的 我們住中立人 然後黑哥又是客家人 我們也是客家人 所以黑哥都會特別照顧 來… 好 來 第三條 女生Mega多動不動就鬧不合 這個不行…這個很多 除了在黑社會裡面之外 還有你們九妞妞的部分 一定那時候出專輯一定是被寫 九妞妞妳也知道 我知道 拜託晴天娃娃有沒有 對啊 九妞 從九個人變成八個人 再變六個人 對啊 慢慢的不見 你們真的會鴨子滑水嗎 真的 是倒還好 就是我跟童童一直被講說 我們有餘量情節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是同一個經紀人 就跟KID在一起那個童童 對… 反正那時候覺得說 我跟童童有餘量情節 但我明明就同一個經紀人 而且我們兩個其實也滿好的 只是每一次只要遇到什麼 才藝表演或有評比 對 他第一名我就會哭 然後我第一名他就大哭 是設定好了嗎 不是 就是 我們兩個就是為了 因為他是科班出身的 然後我是不服輸的個性 所以我就是我們兩個都想要拿第一名 對 所以後來就一直被說 我們兩個餘量情節 但我明明就很好 現在他還坐我對面 你們這些怪怪的人 然後說童童也討厭瑤瑤 她討厭我這個事情 我一開始不知道 是先由我姐跟我講說 她怎麼會跟你講 原來是童童就私底下可能跟我姐 也要跟我哥他們出去 她可能就講說真的 很討厭你妹 我那時候心想 應該不是吧 結果有一次在節目上面 因為其實就是老大在節目上 她錄影的時候 其實她還滿常會看的 會Cue到我 所以她可能對我的名字 有比較印象深刻 她有一次在看著童童 她很建議別人講錯她名字 對 我思想她哭怎麼哭 有什麼 可是妳也是愛哭搖 妳還講人家 不是 因為愛哭 對 妳才哭什麼哭 不是 但我不會因為說 我想說我那時候講說 她到底是有多討厭我 不過是叫錯個名字而已 不是任何的事情 她也沒有很討厭她 她就是覺得她很容易在節目上哭 但因為童童是一個很堅強的女生 她就覺得遇到什麼事情她就解決 討厭人家哭 對 她不喜歡人家哭 她就覺得 為什麼我妹什麼事情都要哭 好像很柔軟 那個童童一定滿討厭 小豬也很愛哭 小豬也是愛哭 不是 她現在比較勇敢一點 比較還好 像我們九牛牛就是 因為可能都是女生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會很希望 我們好像真的不合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次一週刊 就拍了一張照片 是我們全部妹妹八個圍著鬼鬼一個人 然後結果就看圖說故事 記者就寫說我們大家就是霸凌她 在就是罵她什麼的 結果我們全部人都傻眼 因為那天是鬼鬼她跟家人吵架在哭 我們全部人是安慰她 然後我們全部人都變成是欺負她的人 而且因為大牙也很衰 因為她就是臭臉 然後她那天剛好是拍到她插腰 對 這樣我這樣 這件事情其實影響我很深心 因為比如說只要每次 我們一起錄影 然後不是說我開鬼鬼的玩笑 或者是鬧她 然後粉絲就說你看 你就是討厭她 你又在欺負她 然後我就很尷尬 有陰影 對 然後後來可能 我盡量跟她互動少一點 粉絲就說你看丫頭心 她都不理她 妳們有三姐 對 就很難做 就那一篇新聞其實影響我很深 雖然我只是站在旁邊的某一個人 對啊 但我就覺得記者都是看圖說故事 就對我們很不公平 因為那時候看你們的這些 觀眾朋友們 其實年紀也都很輕 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大概都十來歲 對 然後很自然就會產生 我是什麼大牙派的 我是Apple派 Apple派 Apple派的 我是什麼派… 然後就會指擁護自己喜歡的 那一個人 今天感覺就像粉絲見面 妳很粉絲耶 謝謝妳幫我們講話 這一點點 因為看著我們長大 真的都知道 而且像是什麼 之前還有像小薰 小薰後來去演電影 我訪問到他的時候 我也是用一種 終於看到小薰了 你知道傳說中的小薰的那種感情 妳每天都看 妳每天在家裡都看天王 妳沒有惡一聲 不是 因為 妳能不能我早晨出來 妳都天王 不是 因為妳對我來說真的很普通 然後我就說 不是普通 就是說很生活嘛 一般嘛 來 蚊子… 好姐妹 我也是耶 我也是姐妹 然後被網友講到好像真的有不合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跟我風格比較像 我們又從小一起長大的Taco 我記得 對 講到Taco就會想到蚊子… 會跟Taco 就是我們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常常也擺在一起PK 但是很常時候都是我獲勝 然後就開始會有 我們還是 就是那時候還是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一起看網友的評論 可是評論下面就會寫說 就是Taco就是蚊子的影子 就是永遠都是Taco書 我們就是把它壓在底下之類的 然後我們也就不在意 因為我們就也還小 沒有想很多 可是後來到長大的時候 我們還一起考一間國立大學 然後 那一次開始好像真的怪怪的了 因為我們開始尷尬 住一起也不太會聊心事 斯亞會嗎 斯亞跟人家應該就是不會不合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有仇人在裡面嗎 在節目裡面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被講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可是我以前的個性 妳自己演過老卑少這樣 沒有… 沒有 不是 因為有半顆經驗 不是 老卑少才是雙面人 就是 那個一定有人演過的 傷心酒店 就是因為可能以前我小時候 真的很不會跟人家聊天 就是可能對到眼了 然後眼神會飄好 就不會拉賽 對… 但是他表演的時候都得第一名 所以大家就會對他 會有一種莫名的敵意 對 對 然後就一段時間被這樣講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很難過 然後後來就是 不要亂射箭 這就是莫告… 這就是莫告 對 會講話 大雅姐姐開導妳 不是 因為… 因為那個大雅那個時候 已經是助教了 最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她跟一個妹妹那時候是好姐妹 對 是她們吵架 所以因為 就是有聽到一些小故事 誰… 什麼… 什麼故事 因為我們跟那個女生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她比較新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她是這種人 然後我們就聽一面的人講話 怎麼樣…那個人戳她怎麼樣 戳怎麼樣 其實我也忘了 反正我有對手 就會後面放話就對了 對 因為女生跟女生吵架 我們女生永遠都是聽到一邊 就會幫著那一邊 就會聽到兩邊的 沒有聽平衡 對 妳被雨傘戳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時候很多妹妹就是 因為我們到後面的妹妹都超級 沒有禮貌 被雨傘戳 對 是那個人叫雨傘 那個人叫雨傘 沒有 她叫 反正就是現在已經不知道在哪了 然後有一次在休息室 我就抓椅子上 她就拿那個雨傘這樣戳我 說欸…她就叫我 然後我就回頭想說誰戳我 然後她就拿雨傘這樣戳我 她只是要跟我講一句話 但她叫我欸 然後我都覺得超級沒禮貌 因為我跟她其實也不熟 就是 好髒喔 對 然後我覺得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也不可能拿雨傘 對啊 拿雨傘戳太過分 超級沒禮貌 好像我有多髒還什麼 連手都不願意碰我 因為他們在這個團體裡面 你們總共在裡面好幾年對不對 11年了 初到11年 這都是陪伴你們非常好的兄弟姐妹 姐妹 但是在他們內心世界裡面 難免會有地方是過不去的 今天要讓他們來不要擺一下 前面都只是聊開心的 混一下世界 是為了要埋伏後面這件事 是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各位 她們之前有恩怨 現在就要來解決 經典大平台來了 歡迎大平台 歡迎大平台 思雅文字友誼大告解 現場氣氛尷到極點 之前跟思雅我們都是屬於 才藝掛的 私底上很多可以聊的共同事情 長大之後就在一次的SPA館 然後她說 有一個妳很好的朋友 今天也在這裡耶 進來的時候 她就說 將將 我就很尷尬的見面了 我就心裡有一個小疑問 我和思雅到底是不是朋友 其實就是因為 我真的是一個很被動的人 所以可能是妳 所以我要當主動的那一方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 好尷尬喔 思雅不然妳今天就這樣子 在大平台上面邀她 妳有看那個美女野獸了嗎 大平台 這兩個是大平台 已經破碎了許多的家庭 還有那個友誼啦 親屬啦 我們這個去找尋到這些 過去的事蹟 今天要讓他們一次來說明 清楚好不好 而且基本上是只有一方知道 另外一方其實是搞不清有狀況的 兩位請上台 Apple 丫頭 請上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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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給我好好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從 是嗎 對 從就是離開黑社會這個節目以後 其實真的一直很常在碰面的 我就是最常碰到就是丫頭了 對… 但前一陣子因為我生日 然後丫頭也來了 當天我喝醉了 酒後吐針言 我沒有吐針言 我喝醉了 我真的就是醉到不行 但我不知道我喝醉以後 居然話很多 我就開始哭 然後開始吐露一些心事 妳說到是心事嗎 不是 心事 什麼… 什麼… 吐露一些風言風語 當年的事 對 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哭著說 酒妞妞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大牙和小潔 重要是我人在現場喔 對 然後丫頭就問我說 那我呢… 我就指著丫頭的臉說 妳 對 她說以前長得很奇怪 是啊 然後她還說但是… 但是現在都沒有變 就是我以前很奇怪 到現在還是很奇怪 然後現在又打一槍 又來越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我喝醉酒 我當下怎麼樣 就是講不到丫頭 不是 而且我覺得 我以前那時候很過分 因為我也在場 她講說我最喜歡的 就是大牙跟小潔 沒想到 現在在這邊的卻是丫頭 所以生日只有她去啊 對 而且我真的是 每一年都是算陪著她的 真的 真的 每一年丫頭都在 淺淺 OK 所以妳今天有什麼話 想對丫頭說 這個受傷很重耶 後來醒了以後 我想說那只是喝醉酒嘛 所以應該不需要在意 所以我隔天其實也沒有什麼理她 就沒有特別跟她道歉 然後直到了前幾天 她辦生日趴 換我去她的生日趴了 對 妳們一群牡羊座的 對 牡羊座現在很近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順便問問丫頭 因為我沒有跟她道歉 我想說她應該補氣 結果殊不知她居然哭了 就前幾天她就開始大哭 我才知道原來我 那天喝醉講這些話 真的傷到她 然後我就說對不起啦 不要哭 她就說我這麼看中妳 妳居然沒把我當朋友 好 我就怎麼了 她說九妞妞裡面 換她講 輪到她講 對 她說九妞妞裡面 她真的有當朋友的 只有小潔 而且我是看著她講 我說她說小潔 然後我就說那我呢… 她就回我說 不好意思 你們兩位 你們現在彩排搞笑者嘛 對啊 同樣的橋段還分兩次生日 幹嘛呀 有毛病 我就要跟丫頭講說 就算她叫我去死 我也會覺得 那是我就是應該承受的 但我真的有把她當很好的朋友 她有什麼要表白啊 對啊 那三個字也沒講對不對 就要跟丫頭道歉啊 那三個字要講啊 要講 不是… 別的啦… 不是… 不是… 就是丫頭我愛妳 沒有… 我說真的 沒有 因為其實966就是大家都很忙 就是不是大家每天都會碰面 但是因為我最喜歡真的是 長大的嘛 對 Apple真的跟我感情還是很好 因為她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姐姐 現在在講都來不及啦 對啊 這個姐妹之間 然後曾經有過一個… 這樣的一個故事 夫妻倆 然後她有很好的這個紅粉之急什麼 全世界最喜歡的女人 她老婆在那裡 已經開始不好意思了有沒有 害羞… 最喜歡的女人就是丫頭 她是喝醉了 現場我看到這一幕 她老婆後來默默的出去 拿了她那個Hermes包 然後拿著就走到外面在攔車 她老公喝到稀巴爛醉 我就打電話給她 我說妳老公明天醒過來 她會跟妳說明這一切 但妳現在千萬不要想不開 妳在她生命當中 是她身體的一部分 她習慣了她 她卻喜歡自己的手幹嘛呢 對… 喜歡自己的肝臟肺幹嘛呢 所以她才是妳真正的 對不對 好呀 我相信你 真的 反正兩個都是 對 對… 對 擁抱一下 好啦 對啊 有那麼多年了 真的是 好可愛的女孩 如果真的心裡過不去 也不會來了啦 這真的很好啦 真的 沒事 妳也太絕了 結果生日妳又邀她 然後兩個又再演一次 對啊 還要再講一次 沒有 因為真的很好啦 其實我沒有放在心裡 但妳知道現在最難過的是小潔嗎 對 妳們不是愛我嗎 妳只是他們吵架的工具人 沒有人在乎 這麼尷尬 沒有人在乎 她那天來丫頭 甚至我們三個也是大哭 幹嘛啦 對 因為我很久沒有跟大家聯絡 對 她才是真的消失的人 對 然後丫頭一過來就 把我拉到廁所 然後就開始哭 就妳為什麼最晚來 妳為什麼是最後一個 然後我就很驚訝 因為丫頭其實是個 丫頭其實是個很堅強的女生 然後她不會把傷心難過 就是表現出來 然後後來知道原來她那麼的在意 我都要哭了啦 對 對啊 好感人喔 怎麼辦 我覺得黑社 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爸爸跟妳道歉 道歉 道歉 爸爸跟妳道歉 以前沒有讓妳加入黑社會 很好玩耶 她就說爸爸那個很好玩 怎麼樣 我就沒看過 她來一定會上啊 真的 後來聊… 我本來想說讓她加入 你一直聊妳那麼難的 好啦 謝謝兩位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人 有兩個 她們兩個竟然是有心結 我們倆到底算不算是朋友 對 而且兩位都是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是堅強的 另外一個是句點王 所以這個弄下去很可能 她們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讓她們自己聊好不好 文字VS思雅 大家好 開始 就是我先講一下以前好了 因為以前我其實在黑社會 那個時期我的經紀人很嚴格 所以我會錄完影之後 馬上就被載走 就是我沒辦法跟就是每個妹妹 有任何的互動 我也沒有跟她們有留任何聯絡資料 後來就是長大了之後 有一些臉書搜尋上 才就是互加好友 就是因為之前跟思雅比較像 我們都是屬於才藝掛的 然後又就是訪談 對話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又是不太講話 只顧好表演 所以我們就私底下有很多小 就是可以聊的共同事情 然後一直到長大之後 我們有一陣子沒有聯絡了 然後就在一次的SPA館 我趴著的時候露… 為什麼會去SPA館 因為我們… 我要先講一下那算SPA館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就是練舞 所以會有肌肉 就想要把就是肌肉按掉 然後殊不知我們剛好去按摩 出現了她一家很不錯的SPA館 然後她就去那邊按摩了 對 我就就是去的時候 我是趴著的在那個洞 就是美容床的洞裡面趴著 然後就露一隻腿給姐姐按腿 她就說她都會跟我聊天 妳就聊聊她說有一個妳很好的朋友 今天也在這裡耶 然後她就帶著SPA還圍著她的眼睛 然後就進來我那一間 進來的時候她就說 她就打開了就是SPA的眼睛 白目喔 白目這超尷尬的 應該叫她來吧 對啊 這太白目了 我也只能抬頭就是趴著那種 是妳喔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很尷尬的見面了 因為她也覺得很尷尬 就看著我的背全裸嘛 然後我們也很久沒見面了… 然後見面是這樣的情況 對 然後結果就是 我跟那個姐姐在聊天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尷尬 我就想說 我就心裡有一個小疑問 尷尬過後我們也沒有就是 特別傳訊息還是什麼 對 然後那個姐姐 當時彼此有互相有電話嗎 有…一直都有… 其實就是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很被動的人 所以我通常如果是要被約出去 都是朋友先約我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們出去 對 所以可能是妳誤會了 所以我要當主動的那一方 對 他們好尷尬喔 好尷尬 快回來… 好尷尬 我們要看她可以尷尬到什麼情況 到底怎樣… 她在妳 雯子在妳心目中是個朋友嗎 是啊… 妳們有過什麼交流 吃過飯 有一次有在一個拉麵店遇到 也是巧遇 也是巧遇 有一次 有移一次 而且是遇到 我們很容易巧遇 真的不熟啦 不要再說 不要 要逼死人 但其實我們就是私底下講話 也不會句點 我很好奇 我們這樣算工作上的朋友 還是真心朋友 是真心的朋友啊 只是妳要先主動一點跟我講話 我也是很被動的那種 這世界上人很多 真的不是很容易啦 要強求 妳們可以一起聊舞蹈的事或幹嘛 對…我們… 對 會聊舞蹈的東西 我們就很聊 就是那一類 有共同的地方都可以聊得很OK 好 斯亞 不然妳今天就這樣子 在大平台上面邀她 妳們約去哪裡這樣子 妳就約她 對… 約約看嘛 好啊 對 Go 那還是我們看下 約一起去按摩這樣 可以去按摩 或是可以看個電影 妳有看那個美女野獸了嗎 我可以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陪妳看一次 好… 好…可以… 什麼好… 妳就不能看別部啊 好啦…這兩個太可愛了 好尷尬喔 來… 來… 有些人就是比較不會跟人家交朋友 在藝能界裡面多交朋友總是好的 是 畢竟一起打蘋果嘛 好 下次一起按摩啦 好棒喔 好棒喔 不會啊 不會啊 她一直丟給我一個求救的眼神 這樣 為什麼… 沒有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要 就是做什麼 就是跟著主持人的節奏 所以一定要看主持人一下 好 對 我很怕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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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怕尷尬 兩位是不是有這個榮幸 就是說 請你們回寶座坐 媽媽 我回去看跳舞咧真是的 厲害 因為年輕的時候小朋友 對啊 那時候在念書 可以說妹妹玩多好 真的假的 對啊 跑完耶 開玩笑怎麼可能 不是啦 我們在… 不行了…我們不可以 可是看電視看得很開心 那真的是我們的回憶 很棒的節目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雖然無厘頭 我們大人看起來 胡鬧啊幹嘛 小朋友的世界就是這樣 對啊 很開心 那個國中 國小 國小 國中 有一些高中生什麼 看你們怎麼迷風了 而且我真的很感謝黑社會 就是讓我學到很多團體生活 尤其是女生 所以才結交很多好朋友 如果沒有黑社會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 這麼真心的朋友 真的 對 好感人 一起長大的朋友很重要對不對 真的 謝謝你們 讓我們當時無名有東西 可以追蹤 謝謝你們啦 謝謝 謝謝… 謝謝…